歡迎收看我不和拿鐵頻道 今天要去玩手皮凡2我要活下去 如果沒有訂閱拿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喔 今天要來玩一下經典模式 然後在玩之前跟大家分享新的情報 體驗服的話已經可以看到新的進化武器了 這邊的話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我們目前的部分有大概12把武器 然後台服的話是13把 應該大家應該知道 台服其實多其他伺服器多一把進化武器 那一把好像其他伺服器不是歸類成進化武器 就有一把你們應該知道的那把槍 然後現在進化武器我們看一下動畫 是有藤蔓包裹的一個圓形的物體 然後爆開以後出現一把進化武器 這把進化武器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猜到 他就是湯普森衝鋒槍 造型看起來非常的酷炫 一開始看的時候覺得很像一隻龍 然後看來官方會把所有的武器都出一遍進化武器 畢竟這是一個非常賺錢的項目 這裡先來看一下他的每一個階段 大家上來講應該會有這個表情動作 召喚出這個把槍 其他特效的話呢 敵人死掉變一個石碑吧 然後人就消失了 然後還有一個擊中的特效 擊中特效是長這樣子 就跟之前的每一把進化武器都類似有這樣的進化特效 然後這是開火特效 然後這把槍的話呢 長得真的是有點像飛龍 又是像飛龍 看來官方非常喜歡龍 玩家也喜歡 這裡可以看到每一階段呢 他的造型會去變換 然後會有擊殺的公告 再來就是 擊火特效 擊殺特效 然後完成體 再來就是表情動作之類的 然後這把屬性目前不確定是什麼屬性 也歡迎大家可以猜猜看 這把屬性會是怎麼樣呢 是加傷害加射速加穿甲 還是說額外屬性是什麼 大家歡迎影片下方 踴躍的留言討論 然後新的進化槍 這裡翻譯就是石像鬼 然後實際上要看 台補官方到時候認明會是什麼 然後其他周邊的東西可以簡單看一下 像這個有 相關的 刀匙的塗裝 這個有可能是砍刀的塗裝吧 比較像砍刀 好這個 很帥 很搭一把 然後他可能是同一個系列的 然後這個系列我相信 到時候推出來後呢 一定很多玩家想要刻下去 主要還是要先看他的 屬性是什麼 因為有時候他的屬性 要看他 比如說額外加成啊 是幹嘛的 然後額外加成大家也可以留言喔 然後這個系列也是有推出 滑板啊跟屍體包之類的 好所以說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然後這把武器的名字呢 大家也可以一樣呢發揮你的想像力啦 幫他取個名字吧 我目前覺得石像鬼這個名字還可以啦 可是畢竟他是有類似龍的造型嘛 那我覺得應該叫石像飛龍之類的 會不會太敷衍了 總之來講呢 歡迎大家影片下方留言 幫他取個名字吧 好接下來我們要玩經典模式 我覺得現在經典模式還蠻好玩的啊 一降落就是直接找敵人開戰啦 這個是以前會這樣玩 可是這樣的話就很快就回到大廳了 如果打輸的話 現在就是打輸的話呢 有一次復活的機會啊 我覺得有點結合 就是蛋糕大頭的模式吧 應該多了吧 我們來降落直接開殺 現在就是一個不用囉嗦了 反正玩經典模式的話不用怕掉牌啊 就是沒有太大影響 哎右邊有人 快快快快快 他沒有槍啊 哎呦呦呦 有厲害 這把也可以 剛降落 右邊有人 哎呦 誰抬掉 斯卡 哎呦 等一下先不要來啊 不是我要的槍啊 怎麼沒有衝動槍 沒有MP5之類的嗎 這邊人很多 他等一下可能會復活 這邊有一個 他下去了 再一次抬掉 哎呦看到了 打小鳥了 可惡 哇後面有人 上面是先收好了 可惡還沒死 這應該可以直接抓 他放地雷 炸不到我的啦 哦這聲音 炸到了 這樣炸的到 我以為炸不到 完了完了 我 做什麼 我以為炸不到 沒得到那個角度是炸的到的 還有人還有人 剛剛偷打我那隻 下面 看看誰敢復活 現在可以復活 三分鐘內 這有一個 這傷好低喔 哇可惡 哇 每一台一到就死了 沒關係 我還有一隻 復活的機會 我復活就有湯普森了 在哪裡 雖然 雖然他沒有發現我 我現在就穿小鳥服裝 讓大家來打小鳥 光芳先推出這個服裝 然後 再推出這個 這個模式調整 根本就是讓大家打小鳥 欸有小布森 拉東西撿不來了 我有湯普森 阿根本沒紙在 呦他上來了 哪裡啊 樓下是不是 欸 就上來了 他人 跟我們繞圈圈 又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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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復活的吧 這個現在騎殺戶可以到很高 先摔先摔 沒子彈阿 沒部槍子彈怎麼玩 丟掉丟掉 先拿手槍 哇塞 沒東西可以撿阿 高了 連補包都沒有 BARBQ 好像沒過來 摩托車 我敢在這邊騎摩托車 他沒有裝那個 他沒有裝那個 沒有裝米莎 先先先先撿補包 和撿補 子彈阿 騎過來是不是 走了走了走了 又騎回來了 等一下給我騎車 直接抬掉 6殺完成 降落直接 就可以6殺 一開場 哇水水水水水 原來我誤會你了 他是送包來的 這我叫的富偏打 乖乖乖乖 輝 這個非常上到 ass 我都不用撿東西了 盈有盡有 連1887都有了 剛降落的敵人可能會是兩倍 如果一場是48個人的話呢 大概會到100個人 如果大家都是直接瘋狂死掉的話 等於會有100個人 所以你擊殺數可能會比以前更高 擊殺個10-20殺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如果大家都在同個地方 然後你又很會殺人的話 前面有人 直接來個尾刀 他好像被打到慘 我現在比較不拿M4 M4的傷害有時候比SKA還低 沒有塗裝的狀況下 現在沒有塗裝 M4跟SKA都沒塗裝 所以側的感覺比較準 晶片3的SKA比M43的玩起來好用 是不是還有一個D 有凝膠 有怪卡耶 有人有人 怪卡那邊 小心撿東西 還沒看到我 出來了 可惡 抬到才69 掰掰 撿起來 挖東西很多 ok他沒有裝防大夾層嗎 暴頭上來走60幾 三級虧 好的 開車進圈 哎呦旁邊有物資 那個耶 軍火寶庫 被打開了 先走好了 現在裝備差不多了 有人在飛 我剛才有看錯耶 他飛進去了 我去撞他 別走 改版後這怪卡忘記沒有挑 我只要跑這邊兩台 可惡 怎麼卡到這邊 哎呦 要跑掉了 失手 撞不到了 哎呦他送地雷 掰掰啦 哇塞不要啊兄弟 賣啦 完了 差一點 死掉了 我錯了 我應該先下一下凝膠了 我想說他應該打不死我 好啦今天呢 就分享一下新的進化武器 然後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想法 畢竟v5會一直推進化武器 你們看到看現在有多少武器種類呢 官方就會推多少支的那個進化武器出來 所以現在台服的話 加起來應該是13把嘛 然後這個會是第14把槍啊 然後第14把槍的部分呢 就是唐普森 然後不知道是大家喜歡的 唐普森我覺得還不錯啦 在團排的時候還蠻容易撿到 經典模式也用的到 好啦 那我們今天遊戲網路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拿鐵的影片 可不可以喜歡請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繼續分享B-Fire攻略的情報 也記得訂閱Youtube 左頻道 副頻道 玩具頻道的哪一頻道 追蹤我的TwitchIG 粉絲團 搜尋我不和拿鐵就可以找我了 也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遊戲見囉 掰掰 我們下期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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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